先干着八件事,啊,九件事,九件事嘛,九件事啊 第一件,所有的土地权是永久的,就是会归老百姓 哪有这一个国家主权被一个党控制了,土地权被党控制了 天下有如此流氓吗?所有人的土地都归老百姓 所有人的房子永久产权,这第一条 第二条 第二条,核心的核心,马上让全世界宣布 所有中国人马上将跟全世界一起制定一个 以法信教的信仰自由法,就是宗教信仰自由 第三件事情,中国人马上宣布司法独立 而且司法独立,要请国际上的国际专家 平等的参与到这个监督司法独立的小组里边 这是必须的 第四个,马上宣布在全世界啊,中国的媒体独立法 在全世界监督下,同样的是啊 我请你这国家成立小组的,待会儿监督我的媒体独立 我也监督你的 这是非常关键的 第五条 马上宣布,台湾永久制止 但是主权的国家 什么货币权,外交权,什么贸易权 一位亏你,一千年不变 主权就是国内的 这真正是一国两制 不是那个制度的制,一国是治理的制 第六条,马上宣布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治理的制,完全是跟台湾一样的 什么都是让你独立 马上宣布新疆,独立自治 马上宣布西藏独立自治 马上宣布广东自治 这就是我要做的 这哥们说你这位说中国不是四分五六 我说你恰恰相反 恰恰相反 只有实行现代化的 中国是特色的联邦制 中国才能真正的永久和平 你在这边说我三个人 不能啊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你们走 你对 让我说你 对 你 对